你在梦想街有个门牌 欢迎来到梦想街57号 通常投资有一句口号是这么说的 高报酬的话 通常都是伴随着高风险 那南宁在这个诈骗案的过程当中 就是三年的话 你可以获得3000万 真的是吓死人 但是不要忘记我刚刚所说的话 那它其实就是一个高风险的一个 甚至是一个诈骗的一个行业 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 特别要介绍 在行业里面据说 有一个线叫做太阳线 这到底又是怎么回事 据说这个太阳线是运用了一个宗教的力量 这个力量到底是怎么样来诈骗的 另外在南宁诈骗案当中 现在已经发展到中国各大的一个城市 其中也包含了我们过去所介绍的一个地方 它就是贵州 今天我们同样有贵州的县的一个受害者 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贵州的县的话 它还有一个特别的一个方式来教你诈骗的 待会我们要好好来详细了解 赶快邀请一下我们今天特别来宾 第一位是我们田达 欢迎田达 大家好 另外还有友智 欢迎友智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另外我们要特别欢迎的是 在贵州被诈骗过来的 诈骗过来的 您是什么时候的时候被诈骗的 我是前年5月份过去的 前年 前年喔 对 贵州已经那么久了 他们照他们讲法 他们从2008年就开始了 2008年的时候 因为最主要是南宁那边 被扫荡了一片以后 很多人以往的贵州 待会我们再请台中的王先生 仔细来告诉我们贵州所发生的一切 另外今天有两位是来自桃园的 我们要特别欢迎的是李小姐 还有黄小姐 欢迎黄小姐 他们两位是走理的一个关系 我先问一下李小姐 李小姐 您是称黄小姐是什么 嫂嫂 嫂嫂好 好来 我问一下黄小姐 黄小姐你骗李小姐过去的吗 骗你的 没有 我不是骗她 那是一起到那个金色 然后金色老师问我们说 她说大陆有个机会 问我们说要不要过去看 好 待会我再请黄小姐仔细讲一下 她刚刚有特别提到一个 非常关键的一个东西 叫做金色 那我们节目当中的话 其实过去有几大团体的人 曾经都来过 所以这一个南宁诈骗案 已经侵入到各大的团体里面 今天我们要特别看到 是宗教的力量 刚刚她讲的所谓的就是金色 对不对 我先简略告诉所有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 我们的黄小姐 她加入了这个南宁诈骗案 总共五球 总共五球 一球是25万 大家可以算一下 总共加入五球 你一个人你又买到五球 好 但是告诉观众朋友们 她的损失呢 居然只有多少 我大概 损失大概60万左右 60万左右 所以你有在那个老鼠会里面 有收到钱 听说你手上有一张纸条 对不对 当初你发新的一个纸条 来 观众朋友们可以看一下 上面写着6814跟32707.2 好 你可不可以告诉观众朋友们 这两个数字代表什么意思 上面是人民币 下面是台币 换算成台币 那为什么会写这张纸条 因为它让我们知道说 上面它那个返还金额 是用人民币去计算的 直接用手写的 对 然后没有用什么薪资贷 什么上面还把它写都没有 用假链贷 假链贷 然后里面就布上这个 太阳线 所以也没有用银行这样子转账 把那个钱转进来 是直接拿了现金 然后上面写了一个小字条 这样子 这样子就毫无证据 因为你薪资条 那时候有银行账 那如果你看庆雪 这样没有证据 你拿一个索账条 然后丢一个给你 这个月薪水就在20万 你拿来会开心吗 还是开心 还是开心 有现金进来就很开心 但是没有想到 居然是一个诈骗 而且因为它这样子会 我在想它的原因应该是 也不想让人家去追查 这些东西 因为银行账 如果有汇进汇出的话 它很容易就在空 好 我现在要开始来问 黄小姐 你刚刚有特别讲到的金色 发给你薪水的这个人 拿那个纸条给你的人是谁 他是由助理交给我们 由助理交给你 好 那真正交给你的人是谁 这一位对不对 等于是主谋者是他吧 主谋者是他 好 来 这一个呢 是金色的一个负责人 金色的负责人呢 你们都叫他什么 师姐 好 我先问一下 黄小姐 你当初呢 是在101年 是什么样的情况之下 走进去这一个金色的 当初是有我二女儿 她说她去问工作 她说她觉得老师还蛮准的 她说那我想说我有问题 就要去问她 那时候我想说问问我女儿的感情的问题 我就写看看是不是正缘或者是什么 结果写给她 她跟我讲说 是不是正缘 然后我靠近她的时候 她跟我讲说 你的左腿很像有问题 是确实 我每次开车 下车的时候 这左腿是真的有问题 那我想说这个老师还蛮神的 然后大概 其实大概去了大概一年多 然后她就跟我讲说 那时候她常常跑大陆 然后我就问那个助理说 为什么老师去大陆干嘛 她那个助理有跟我们讲说 她有一个信徒 就是菩萨教老师去找那个信徒 她说老师也莫名其妙说 为什么菩萨教我去找那个信徒 那信徒也说 为什么莫名其妙 两个都莫名其妙说 为什么菩萨会叫我们两个碰面 后来那个信徒就说 丢一颗球在金色 给老师去运作 那老师就买了机票过去南宁厅 回来就跟我们讲说 要我们也一起过去看就对了 我都觉得菩萨莫名其妙 对 你说我们两个莫名其妙 我觉得这是菩萨 可是后面我就发现说 是不是他们在演戏 那个是因为你们前面 已经很非常的相信她 做现象 我问一下李小姐好了 李小姐你为什么觉得她很敌 当初是因为我有生病 然后我从我中立的医院检查说 我有肿瘤 那我一知道说有肿瘤这个消息 那我们当下一定说要不要开刀 因为那一定是要动刀的 所以后来我就去金色问师姐说 我给这家医院的某某医生开刀 好不好 可不可以 好不OK这样子 然后师姐就跟我讲说 赶快开刀 这个不要再拖了 然后他就讲说 这个医生是你的贵人 那我当下我们就听了就说 就感到觉得说 放120个心 既然就说 有师姐结果跟我们讲说 你就从这个 这个问题你不用问师姐 问我我也叫你赶快开刀 就不能再拖肿瘤 Cancel 你还在拖 但是我们不会说 在跑长庚 跑台大 不会 因为你跑大医院 它有很多的医疗 它有流程 有没有 你又要挂号 又要厌东厌西 又拖很久 那我们知道说已经是 医生跟我讲说 你这个已经有概化的现象了 我就知道说 一定要赶快开刀 我不想再跑大医院 不想跑长庚 不想跑台大 我觉得当下就从 我们中立的医院开刀 结果开刀以后就是非常的 就是开刀也很顺利 跟零有什么关系 要躲零 我刚才听不出来 就是他跟你讲说 这个医生是可以的 是你的贵人 就常常就按开刀不会危险 你就非常的相信那位师姐 对 那中间还有没有问过什么问题 不会只是问一个问题而已 你就相信他们吧 这个你说问那个天堂 他也会相信 家里一些杂七杂八的事情 杂七杂八 什么事情 小孩子乖不乖 不愿意读书 爱玩 然后呢 他就会给我们答案 给你一个符 对 对不对 真的假 真的 他会画符 他会画符 他是冬季吗 可是我不知道说冬季那种 是要怎么去划分 不了解 你们有没有那个金色的照片 能不能看一下 我问一下 那金色里面到底都在干嘛 你们平常时间是去那边礼佛吗 还是... 还是干嘛 这哪一个是金色 这喔 这个好像杂花雅店吗 这个金色我看得很怪 这边放了几个佛像 然后这旁边好像杂花雅店 放在买的东西 然后这边还卖一些古董文物 这样子 什么都卖 什么都不奇怪 金色不是出家人在修饰的地方 刚才称为金色吗 我想说 这个道教佛教我们都听不出来 这个场所看也看不出来说 它是一个金色 怎么看都看不出来 那黄小姐 那个师姐都在干嘛 在里面在干嘛 我们那个问世还要预约 问世预约 要挂号 要挂号 他们讲说要预约挂号 结果他带给你们符 然后你们问完问题以后 他们就花了一张符 没有 不是一张 他几张 他是三张一天 叫你每天烧 然后烧完的话 烧完以后呢 他说我现在 现在开的符不是下很强 然后你们那14天以后 你们还要再回来 那我要再下重一点 譬如说他要让你小孩乖 那是什么符 有符吗 有啊 对啊 就每天烧 那你先来哪里 那你烧完以后要干嘛 喝下去吗 没有啊 就烧掉就好了 就烧掉 对 在女儿的床头这样烧一烧 不是啦 就在家里 那要不要念经 不用啦 不用 不用喔 那他真的变乖了 他们也不知道 我跟你讲 人都是有那种心态 就是说我今天烧了 在期待的时候会不会变乖 每天烧了 在期待会不会变乖 人就是有那种心理 可是我觉得你们应该是相信吧 不然的话你们怎么后来 会一直去问他 就是觉得应该是有效果是不是 效果嘛 就回想起来很像 符要钱吗 要啊 要三百啊 听说问一次多少钱 三百块 三百块可以问几个问题啊 两个问题 两个问题 脚填倒不用钱 他也会 所以我要钱啊 好 那我问一下 这个金色到底有多少的人 信徒有多少 我看这张照片里面 满满的都是人 这一天是刚好问世时间是不是 你看这旁边的医疗啊 全部都在这边 然后呢 滴加坡淡了 对 然后每一个人都拿一张单子这样子 单子都送到老师那边去 送到老师那边 有挂号单 对 有没有跳号码牌 那个有号码 然后有一个助理小姐会叫号码 没有 老师叫 老师自己叫 然后老师在里面有一个 类似看诊识这样子就对了 问诊识 他现在的新的金色应该有看诊识 以前的没有 以前的就直接在 在大厅这样子 在大厅这样子 你有什么问题 不就旁边的人都听到 就听得到 那黄小姐 你说那时候的话呢 她是 你说有一次是经常 你去的时候呢 看不到那一个诗姐是不是 然后她的助理就跟你讲说 她去大陆了 她那时候有跟你讲说 就是去南宁 有 所以她没有避讳 没有 不像我们节目之前讲 那个南宁都骗人 没有 没有讲这样子 她就直接跟你们讲南宁 有的是还没有 还没有过去就加入了 那个就是 行李和你后走 就是信任 宗教的力量 这宗教的力量太庞大了吧 她这样子全部就可以 他们练的不是 然无阿弥陀佛 他练的是 蓝铃拉你吸金 蓝铃拉你吸金 他每天早上来 那个诗姐当初是怎么跟你说 说有人送了她一颗球这样子 然后要放到金色里面 去运作 去运作 有老师去运作 那有一些人听到了 就马上把钱交出来这样子 因为老师说 那有一个事业 让你第一个月返还金就有9万多 第二个月可能就有3万多 他就讲到这样子 所以说有人加进去 可能后面加进去的 就没有领到的钱 有人两三个月也没领到钱的话 就跟老师要钱了 那你不是说第二个月就有3万吗 那就是录一颗球的金额就对了 那你说你们那时候 从那个松山直飞到南宁的时候 总共有14个人跟着老师一块去 对不对 其中有多少人在台湾 就已经开始交钱了 可能有3 4个吧 可能有的交钱的那一趟没去 有一些交钱没去 他大概不到一个月就上老总 那你呢 我是去南宁回来才加入 那李小姐呢 也是一样 也是去了南宁以后才加入 对 好 去了南宁以后 你们第几天就想要加入了 因为我们南宁回来是 我们10月22号去嘛 10月28号回来 然后他说月底以前交钱 隔月的5号就可以领钱嘛 5号到10号就可以领钱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 大概月底以前就赶快换钱了 隔个月5号 5号到10号就给我们9万1的返还的钱 所以你们去的时候是马上大概是第几天 第4天是不是 第4天左右你们就加入了 回来才加入 对啊 回来就加入 对 那你们在南宁的时候也一样有上课吗 你们在南宁都在干嘛 有上课 有上 有 好像有上 有上 上会不多吧 上不多 大概 我觉得上课好像对你们没有什么 你们只要听到钱 你们应该就会加入 有 他们听到菩萨 菩萨 他们菩萨跟对那个师姐的信任 对 他有说能够拿到多少钱 最主要 那个师姐是说 我们加入了以后 他说你们不用急着找人 他说你看我金色人那么多 人不是问题 可是问题是这些人你们都不认识 对不对 不认识 你们去那14个人你们也不认识 认识啦 有的认识 没有 那是去了以后才认识 只有你们两个认识 其他的人呢 其他人就是师姐的一些朋友 本来都不认识 有的认识 有的认识嘛 所以有一些人也是认识的 这些信徒不认识啦 信徒不认识啦 信徒不认识 这边的信徒我们不认识 那你怎么知道这些信徒 后来有没有加入 所以信徒谁加入 我们也不知道啊 这些信徒全部都是你们老师底下的人 每一个人都是跟你们一样的 那他住哪里我们怎么知道 对 但是那14个人你们后来认识了 14个人 对 对 因为常常上课 常常一起上课 好 来 你们去的那个南宁那边 14个人是这一些人吗 这个是第三次去的 这是第三次去的 对 第三次去的这一个 来 我们仔细看一下 这个是金色的负责人 就是他嘛 对不对 他带队的 对 好 那其他的人 是总共去了几次 你在哪边 我在 那个后面穿蓝色衣服 这一个 对 这个是你嘛 对 那那个李小姐哪一个是你 他那一趟没去 那一趟没有去 所以你总共后来去了三次 三趟 对 那为什么还去了三次呢 老师说要跟进 要学习 走学习 走学习就是他已经开始带人 对啊 没有带人 他们这条线很奇怪 我跟你讲 我们后面没有带人去 为什么 因为有的人要上班也没空 然后有人直接在台湾就加入了 就我们带去给老师 老师就跟他讲一讲 因为就是 有一个最重要就是信任 我们那信任说菩萨不会骗我们信徒的钱 然后老师也会很公平 就说也不会骗我们 那个就是一个信任的问题 听说老师还跟你们讲说 那个赚了钱的话可以扩大金色是不是 对 他那时候有跟我们讲说 菩萨说等赚了钱 他要盖一个庙给菩萨住 然后面人 散越来越大 对不对 散一定越来越大嘛 那就近的人就越来越少了 然后他就跟我们讲说 菩萨说那个庙不用盖了 但是他房子买了好几栋 对 他房子买了三栋 真的还假的 他房子买了三栋 那我一听就知道 绝对他房子买了好几栋 菩萨的庙不用盖了 那黄小姐 你那时候 刚开始参加的时候 你为什么一开始 你为什么会加到五球啊 那你刚刚你不是讲说 你有跟那个师姐讲说 你没有人 没有认识人 你没有办法拉人吗 我后面有带两个朋友进来 后面有想说 他会帮我摆人 而且每天看金色的信徒那么多 我想说这个人一定不是问题 那个我就觉得 人一个心态就是贪 想说那我放越多球 我不是赚越多吗 那就是一个贪字 所以你一开始的话是三颗 三颗 然后再追加两颗 两颗 然后那老师就跟我们讲说 那我把你那两颗放在另外两条线 他说轮到那一条线领钱的话 你也都有签顶 那我说好啊 照道理我那两颗球 是不是要放在我的亲子线这边 对 他就把我放在那边 然后就只有领到九万一千块而已 就是等于那两颗球是丢25万就对了 所以你总共陆陆续续这样是加了五颗球 那李小姐呢 李小姐自此之中只有一颗球 对 那你为什么没有往下带 因为当初我从大陆回来之后 我后来我有去问朋友 那朋友就跟我讲说 那个是骗人的 因为他自己的周遭也有亲戚或是朋友 也已经有去参加这个南宁这一块 可是呢 他们当初好像为了去参加南宁这个东西 还把工作都辞掉 然后全心全意去南宁这个地方 可是后来他说 后来就没有消息 所以他说他就跟我讲说 那个是骗人的 叫我不要相信 那时候我当下我就有觉得说 因为他我们是认识的很多年的朋友 所以我有相信他讲的话 所以那时候我就有停顿下来了 然后我就是有时候我有空的时候 我会去金色看 然后看他们在做什么 就这样 所以后来我就没有找 你会去金色 你加完以后你有再去金色看是不是 有 因为有时候我们会去拜拜 对 那你那时候去看的时候 你有看出什么端倪吗 因为我偶而去 我不是说天天去那个地方 然后我就有看他们 到那个时间点的时候 你还相信那个师姐吗 我 你还有去求神问世吗 问世会 问世你还是有去 但是后来就是觉得说 我有慢慢看到他们后面有在做 另外一种行销 什么卖是什么 调整型内衣啦 还有那什么 什么东西 对 联论德那个时间 这个全部都是直销 对 所以他那边都卖一些直销的东西 但是你还是没有发现说 里面怪怪的这样子 不是 我不是说没有发现 我有觉得说他的东西怎么 做的东西怎么越来越多了 但是我从来不曾去参与过 他们的这些东西 只有我黄小姐会去参与 所以说我只是说就是看而已 或是问世问完 拜拜拜完我就会离开了 我没有说在那边待很久 所以我一直不太了解说他们这边 只是偶尔说说我去拜拜 问世了就会看到 他们现在怎么又在卖那什么 说声内衣啦 等一下又卖清洁用品啦 等一下又卖药啦 然后我就觉得说 你药也卖 金色可以卖药 就他们什么抗癌的还是什么 我不太了解 那李小姐我问一下 你都已经发现说他是诈骗了 那你有没有跟黄小姐讲 我不是说发现他是诈骗 我不敢讲他是诈骗 因为当初从大陆回来 那不是已经有人跟你讲说 他是诈骗了吗 他就跟我讲说那是骗人的嘛 但是我当下的时候 因为他是我嫂嫂 所以说我会觉得说 我当下的确我有打电话 跟我嫂嫂讲说 那个我听说那都是骗人的 但是那时候我嫂嫂他们很相信他 所以他就跟我讲说 你认为说 嫂嫂都拿到钱了 他当然不会相信他是骗人 我也有拿到钱 你有拿到钱 你不是没有往下拉吗 对 我连一个都没有拉 他返还 他是返还金额 没有 他有帮他拔两颗 他有帮他拔两颗 因为当初师姐有跟我讲 赞姐 你说清楚 你搞多少岁 一样 你缴多少 6万9千8 你缴了6万9千8 对 对不对 然后他有没有返还你 1万9 1万9吗 有 1万9 有没有返还你 有 然后呢 下面还有两颗 然后你还有领到什么钱 6、6、1、2 我不知道他 两次他领了 你两次领了多少钱 一样就是台币3万多块 那就是6万多块 6、6、1、2 对 6、6、1、2 他有帮他摆人 他等于是他帮他底下 这6、6、1、2又加进来 这全部都是人民币 等于是说他缴了6万9千8 然后又退了1万9 然后6、6、1、2的话 是他的退佣 也就是说他底下 帮他摆了两个人了 这是李小姐嘛 对不对 大概是这样 你要跟他坐下去才对啊 不行啊 那他有没有帮你 在底下再摆人 我不晓得 因为真的 他做的事情 后面就没有再领到钱了 我问一下 田岛有这种状况吗 有啊 这个就是太阳线 太阳线 什么叫做太阳线 太阳线就是说 不是真正像他们兰岭 一开始那种体系 上面有什么三代 四代 二代 一代 那直接等于说他们这个 所以说我 譬如说 我看清楚了他们这些制度 我甚至可以把我的下线 全部带走 就我就是四代 也是三代 也是二代 你们的钱全部交给我 由我来负责帮你们摆求 那我们上次节目 有一位那个郑弟 郑妈 他们就是也这种情形的太阳线 所以他没有层层叠叠这样子 没有层层叠叠 所以在 可是他这样子危险性是不是很高 非常高 所以我们称为他是 恶劣中的恶劣 诈骗中的诈骗 他那个是直接就是纯吸金 对 他直接就在台湾吸了嘛 他根本不用带你过去南岭 因为他的信徒很多 他们很多也都不用到南岭 在台湾就收钱了 政地真妈他们也是在台湾 就交钱 对不对 这刚好有差 第一 台湾收钱跟在大陆发钱 这样子的事情 他这个的话其实应该是在台湾 直接发钱嘛 对不对 是啊 你那个现金都是直接在 他们家都有点超机啊 他们就连开户都不用开了 家里面有点超机啊 这个很恐怖耶 但是他风险也很大 风险很大 这一旦那个... 这些投资人呢 如果一发现不妙的话 全部针对的是他 对 没错 你看我们看那个南岭那个 金字塔型的 他那一层一层的话 他其实呢 相对来讲 他虽然钱全部都全部分了 但是相对来讲 他们的风险也全部都分摊掉 也就是说他找了一个投的时候 说我要去找你投资 你说钱不是我收的 是上面那个收的 对吧 上面那个你去找的时候 上面那个收的 要这样追上去 他追不到 你知道吗 所以后来他们的情况就是这样子 为什么要这样一层一层一层 而且你知道吗 庆久 我想补充 就是如果他在台湾 他刚刚田老讲风险大是什么 就像如果我们要带人去报案 你看你会拿到一个报案单 对不对 然后案有诈骗 你一定要写 然后名字 黄小姐 然后发生地 那个报案地台北 对不对 发生地哪里 南岭 你根本无从查起 警察会撒掉 南岭 那我要怎么查 我不晓得查 那南岭是查什么 但是如果写台北 好查了 好 但是你知道吗 他们这个案子后来情况就是这样 我就觉得这真的是冒了 很大的一个风险 听说他们的一个师姐 南岭那边玩以后呢 他自己跑回来了 跑回来自己弄了一个 是自己在台湾做是不是 教室 有租一间房 真的喔 他自己租了一间房子 等于案发地就是在那边了 等于是说他有点类似自己 我不知道是不是自己分流出来 你们的师姐后来自己 还搞了一个教室 按照南岭的模式在台湾直接搞 也就是脱离开南岭 他讲的一个口号 说你们大家去 大家都要入钱 机票钱 时速交通费用 一趟回来的话大概这样子 你们给他算一趟要大概多少 飞机票你给他算1万6好了 1万6然后住一天50块人民币 然后吃呢 还要买东西呢 大概花一花三四万嘛 三四万跑不到 所以一趟都要5万左右 对 他说我替你们省钱 所以我们在桃园租个教室 上课就好了 你们师姐好有良心 还帮你们省钱 是喔 对 然后还帮你们摆球 菩萨心肠 菩萨真的是有够好心肠的 好 来 结果后来你们直接 讲说不必到南岭 直接在台湾就可以开班 直接收会员 你们弄了一个教室这样子 那谁来当讲师 你 没有啦 我不够格 好 那你们怎么样运作 那时候怎么样运作的 他就训练挑几个嘛 他们自己去做POPPOINT嘛 然后有老师去验收那个 他那个讲课的内容 然后大概每一次大概20几个 就在这个教室上课 那有没有吸引很多人去 我觉得每次都是老面孔 都没有新面孔 偶尔 偶尔大概后面那 三三两两新面孔 绝对都是老面孔 因为他叫我们要配合 这些老的会员都要配合 配合就是去充场面就对了 充任数 因为我们都被他控制住 怎么样控制 他们又没有 他怎么控制你们 你不配合 我就不帮你摆人 我们钱投进去是不是他 希望他帮我们摆人在底下 就是要配合嘛 就是用钱管人嘛 对 钱管人 因为他们就跟一般的 藍磷系统不一样 藍磷是自己带人 自己摆球 他这个是老师帮他摆球嘛 你不听话 我就不跟你摆球 你就没有钱可以领嘛 那他自己冒的风险也很大 所以说他在台湾跟你们收钱 是绝对不留下任何证据的 所以说他什么中国工商银行 大陆那边的银行也不用开户了 都没有开户 奖金直接在台湾发 返环直接提升奖金 也直接在台湾发 不留下任何证据 才会留给你那张小小的字条 我觉得小小字条 对 所以你连要告他 也不会很轻松 虽然他这条线的操作模式 跟我们知道的南宁案 是完全不一样的 然后他全部都是用钱下去控制你们 就是说你已经投资了钱进去了 他如果一旦不从你底下摆人的话 你就做不下去了 对 你就钱就赔在那边 所以他只是一个人管 就是他如果做不下去 他就垮掉了 那你这个后来教室怎么样 后来就收掉了 收掉以后呢 因为那个也没有新人来 就是一般人我跟讲会进来的都是说 听老师说你人你不用愁 你看我金色人那么多 我会帮你摆人对不对 那大家是不是等着他摆人 谁还要动呢 那我想说老师会帮我摆人 我就不用带新人 那你说偶尔会有一些新人 新人是谁找来的 新人是后面的人进来的 对 那是谁找来的 是师姐找的还是 不是 由后面底下的 再进来的人他去上课嘛 他知道说这个要带人才有钱 有 那等于是底下的人 还是有在带人 应该是这样子讲 这个老师后来发现 他的经营这样子是不对的 他如果要报教新人 安排那个下线给你们 必须要 他太有自信 认为说他的信徒 很多 他都可以讲得动 其实不进来 后来接一些媒体的爆料 跟一些负变新闻的出来之后 人没有办法这么好带 所以他就开始改变他的经营方式 也是要由他的行业人 去带新人进来 可是已经为时已晚了 太晚了 因为大家都是等着他摆人嘛 对 包含的你也是 我也是啊 因为我知道一个人 现在一个人要拿出三十几万 实在是不容易 也坦白讲 现在台湾经济状况也不是很好 你说拿出搞不好三万五万 都很难了 那三十万更不用讲 那黄小姐 你既然会这么想的话 我问你 当你拿到那个三万多块的 那个多少钱 三万多块台币的时候 那你有没有想过 这三万多块的台币是怎么来的 这一张 这一张 对啊 这一张 我就想说他把我摆人嘛 对啊 那摆人为什么会有这个钱出来 为什么会有这个钱 我们不会想说 这个钱是我们的钱 对吧 我们不会想到这个 想到这一点 百万之内 一个是这个是你的钱 一个是从别人身上的钱 扑到你身上来 就不会想那么多 想说反正 你就觉得有钱赚就对了 那当这个教室要收起来的时候 你们 因为我觉得你应该在这个体系里面 的备份很高 备份 因为你加了五球 你加了五球 然后每个 他每次返还你的金额的话 还不再少数 因为你这样子算下来的话 你说你大概损失五六十万而已 大概六十 对 大概六十嘛 所以你在这过程当中的话 你有收到了一些退佣 有 所以你的备份 应该在这边非常的高 当那个教室要收起来之前的话 你知不知道 知道啊 你知道要收起来了 对 知道 那你那时候有没有危机感说 这个体系大概应该会崩溃掉 我知道 我知道这个体系 你还知道他身上车会啊 我知道啊 我后面我都没有在带人啊 我不会再带人啊 我们后面也知道他怎么 那你也没有阻止人家进来是不是 我跟你讲 要怎么阻止 如果万一给老师知道的话 那我们是更惨 为什么 怎么惨 他用菩萨然后念力让你崩溃 对 我们也是怕用福 用福 其实很多进来的 为什么很多人不敢去告他 也是怕他是不是有弄 我知道吗 他听说那个老师 让他们会吓到说 他会...他自己下福啊 下福啊 下福啊这样 他会化福 他会化福 听说他可以神迹到什么程度 比如说什么旁边有人在讲话 是不是 有人在旁边会跟他讲话 你说他旁边有一个人 会跟他讲话 就是那种神佛的东西吧 你有看到那个人 哪 我们哪看得到 你怎么知道有人在跟他讲话 因为那也是世杰自己讲的 自己讲的啦 到现在没有一个东西 你们可以经过证实 不过我刚才庆学问的 我有一个东西真的很好奇 你五球 一球如果35万 对不对 你五球应该有 差不多165万 结果你到最后 你现在是最后说你说你剩多少 他拿回来110万 所以你拿回来110万 你知道这个数字代表什么意义 如果每一个人都... 每一个你都可以退到 你的一万多块里面 等于你大概有将近 我看七八十个人次 因为这样子还到你的钱 你的户头里面去 所以你底下的话 可能会有七八十个人 你知道这代表什么 有七八十个人 在另外一个角落在哭 或者是在担心 在害怕 你了解吗 你知道一百多万代表是这个意义 庆学祥讲的是这个 今天是三位坐在这边 你们三位的三十倍的人数 在你背后可能在哭 他妈妈可能跟他吵架 他老婆可能跟他不爽 他搞不好他太太要跟他离婚 他女儿要怪他爸爸 搞不好你后面的三十倍的人数 在发生这种故事 其实那个黄小姐 我们帮你算一下 一个人如果是退佣退三万块的话 你底下应该是有三十个人 没有三十个人 没有三十个人 应该是多少个人 你底下 因为我们返还金额就九万一 你乘以五颗球是四十几万 那个是你个人的 对 那个是个人的 对 我是说返还金额连奖金的话 加起来大概110万 有返还的金额是不是 返还的金额再加上底下 再加上三万块这样子 那底下你这样有算多少人 不知道啊 我哪知道 你也不晓得 因为他限号说不 它不公开啊 因为谁摆在我们下面 我们都不知道 如果按照正常体系的话 你是不是应该已经上老总了 有没有 上平台 上平台了 大经理 他们称为大经理 经理在上平台准备升老总 准备升一代老总 对 那你底下至少要有17个至18个 有十几个 我这样算一算有十几个 所以说你这110几个 你这110万是这17个人 交给那个师姐的钱 拨到你那边去 你那十几个人 里面你说你自己成功带了几个 有两个 有两个 那两个有没有回来找你要钱 那都是 没有 还没有 还没有 因为他都是 好 那我问一下黄小姐 他如果来找你要钱 你要不要退钱给人家 我找他去跟那个师姐拿 因为 你看吧 就是这样子 所以这个案子办不下去 因为他钱不是交给我 那去找师姐 对 钱是 可是因为你的关系 他有退佣退给你 他有一个是 退了三万块 对不对 你成功找了两个人 他最起码他可以 师姐会给你三万块 三万多块就是那一个钱 三万两千多块 那你三万两千多块 要不要退给那两个人 我问你 你让那两个人 是因为菩萨进来 还是因为师姐 还是因为你 这三个选项你选一个 你是说他为什么会进来是不是 那是因为他去 因为菩萨 对 他去精神找师姐 跟你无关 因为他 因为同样的问题 他想进来 我说那我带你去找那个师姐 他会跟你讲 他讲一讲 他就 他们就隔天就拿钱 隔天 连去都没有去 隔天就 他没有去南宁 只是你介绍而已 然后那个师姐帮他们游说就对了 然后他就直接交了钱这样子 对 所以好像找你也没怎么用对不对 但是你有从中间拿到公司 这如果报案 警察去 我看是把菩萨押走而已 对啊 没有办法押走人 因为每个人都菩萨奖 对 菩萨奖的 那个朋友也是 也是我带他去钱交到老师家里 然后用熟糙去当场在那边点的 你有看到那钱 有啊 你有看到这样子 对 那他们两个都没有来找你抱怨过吗 这件事情 还是他们底下他们有拿到钱了 没有 他们也只有拿到返还的钱而已 只有拿到返还的钱 所以他们现在还没有回来找你要 那黄小姐 你有找你们那个师姐要 对不对 要不到 但是要不到听说你后来呢 还被师姐再摆了一道 继续再被骗喔 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 我们再后来问一下黄小姐 都已经陪成这样了 为什么还继续被师姐给骗呢 到底怎么回事